美女主播张铃宇 去年5月结婚 婚后顺利生下一个宝贝儿子 时常会在网上分享家庭生活的她 最近突然在半夜 在脸书大喊说 自己的老公身重病了 很担心对方的职业生涯 她附上一张老公 撑住腰往后倒的照片 发文写道 唧唧唧求名医 我先生身重病了 她时不时就会突然行动失能 每次只要来到我的逛街购物行程 她会突然腰跟腿很痛 痛到走不了路 张铃宇接着幽默表示 毕竟老公是代表台湾卡丁车 到世界杯的运动好手 我很担心她的职业生涯 身为一个闲内住 请问我该怎么办 许多身为人气的网友看到 不过问候 纷纷透露自己的老公 也有类似状况 还有人搞笑表示 这种病没药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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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